在农业生产中造成的垃圾和废弃物究竟怎样处理 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斜线斜线第四产业在西方学者眼中 垃圾的资源回收利用是第四产业 废弃物的产生可能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中的某个环节 而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产业 如果利用得当又能够反补一二三产业 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数据显示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农业废弃物产出量最大的国家 每年大约有40多亿吨 其中处勤奋变26亿吨 农作物皆赶7亿吨 与此同时 城市垃圾每年达到7亿吨以上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这些废弃物以年均5% 10%的速度递增 有研究显示 如果能够把我国农林废弃物的一半都用作电站的发电燃料 就可以满足全年用电量的30%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珍讲解农业废弃物的利用是这些年才提出来的 传统的农业没有废弃物的概念 在传统农业里面 农民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的 动物的粪便和人的生活垃圾都作为有机肥回到田间 这样就形成了种植业和养植业之间的循环 以及人的生产生活的循环 农业废弃物的概念是形成工业化社会以后才出现的 废弃物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 后患无穷处勤奋变 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造成有机蛋 零的流失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畜牧业生产中产生的大量甲烷 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等气体 会导致温室效应 种植业大量剩余的农作物皆敢进行焚烧 不仅浪费了能源 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下降 导致土壤板结和蓄水能力下降 同时还造成了大气环境的污染 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或者滥用的话 化学杀虫剂中的有害成分会被土壤吸收 或者渗入的下水造成污染 进而通过食物中的残留降低农作物品质 最终还会威胁人们的健康 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首先要从生产源头做减法开始 斜线斜线 三R原则目前在国际上 通用的原则是 三R原则 减量 再利用 资源化 减量化原则 是指在农业循环经济中 首要的就是减少对农业的各种物质和资源的投入量 减少污染产生量 再利用原则 是指把源头不能削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 返回到经济循环中 资源化原则即将废弃物再次变位资源 资源化属于末端治理方式 是循环经济的最后一个环节 只有当减量化和再利用都不能实现时 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置 斜线斜线便废为保不少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 为农作物接杆的综合开发利用找到了多种用途 除传统的江接杆粉碎海田做有机肥料外 还发明了接杆饲料 接杆气化 接杆发电 接杆乙醇 接杆建材等新方法 大大提高了接杆的利用值和利用率 在加拿大的农业区 当玉米成熟时 人们就用玉米收割机一边收割一边 把玉米杆切碎 切碎的玉米杆作为肥料反到田里 在美国 有24个农业州 每年能收集大约4500万吨接杆 被用作饲料 当然 接杆也可用来盖房 将整捆的接杆高强度挤压后 填充新房的墙壁 此外 美国还积极推动再生能源事业 把接杆作为新兴的替代燃料 特别是生物燃料 从中提取乙醇进行开发利用 使接杆综合回收利用有了新发展 目前在我国的平原地区 已经可以实现大面积的机械化收割 当农机首开着收割机 在田间首个产生大量接杆时 可以在田梗边就通过合作设租赁 或者集资购买的形式 安放一台接杆粉碎机 能用作饲料的接杆 就粉碎发酵加工成饲料 不能用作饲料的接杆 也可以在粉碎之后直接海田 如果把粉碎后的接杆直接海田 还可以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和微生物活性 一般来说 接杆海田增肥增产作用显著 一般可增产5% 10%左右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真介 讲解首先我们要尽可能的 在新的基础上来恢复我们传统的有机循环 接杆可以粉碎海田 也可以作为饲料 让动物吃完以后产生有机肥在海田 另外就是要恢复或者振兴乡村的手工业 把我们认为的废弃物变成手工业品 用麦杆来做草帽 或者用玉米皮来做扑吨或者手提包等 食用菌的种植也是可以利用废弃料 比如玉米棒 棉子皮 树枝等 都可以打碎后做成食用菌的培养机 长出优质的食用菌来 养殖方面 目前应用最多的废弃物循环模式 就是猪、枣、果模式 在我国南方大规模养殖区的应用非常普遍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真讲解养猪 可以消耗生活垃圾 比如剩菜、剩饭、刷碗的水和接杆 都可以作为猪的饲料 猪消耗了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副产品 猪的粪便可以回收到沼气池里 生产沼气老百姓可以用沼气来做饭 照明有的地方把沼气汇集起来还可以用来发电 沼叶和沼渣可以作为有机肥 沼叶用来灌溉、生产水果或者蔬菜 沼气渣可以作为很好的有机肥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种氧循环的生产模式 对于土地规模的要求并不低 最少要有四五十亩的土地才能实现小系统的构建 如今,国家下大利器鼓励土地流转 扶持和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快速成长 并且给予补贴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实习编辑,于明月编辑,张成责任编辑,张磊 找到我们,微博,微信名都叫 致富帮,致富青年帮,广播节目收听 中播收听,AM720,华北、华东部分地区 网上收听,央广网,www.cnr.cn或countrycnrcn 致富帮,祝您 打开财富之门,点亮人生梦想 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